未來想要當體育主播的人 我會給幾個建議啦 首先當然第一個 我覺得語言能力是一個很基本的要求 比如說現在一般比較通用的英文 像過去幾年 不管是明星賽也好 或是說總冠軍賽也好 NBA基本上都是我帶另外一個主播 一起去明星賽或總冠軍賽嘛 大家想想看為什麼會有我嗎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我白老我資深 喔不是不是不是 第一個是我資深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說 因為我對這個行業很熟 然後過去去了好多年 也交到一些朋友或同業 所以我去那邊當supervisor 當一個主管 其實也比較容易把我想要做的節目 或是想要訪問的球員 可以抓過來 所以才超有 但是你想想看嗎 如果說假設你的語言能力不好的話 你去美國就不太可能了嘛 對不對 難道你去美國你要帶一個翻譯嗎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現在體育頻道經營很辛苦 所以基本上是沒有辦法再帶一個翻譯的 那我覺得現在時代也變了啦 所謂的語言能力 並不只局限於英文 甚至包含著日文 甚至韓文 其實都是一樣 那以我個人為例的話 那因為小時候我就對你也是很有興趣 我也曾經在一些演講當中有談過就是說 我在高中的時候基本上只有兩堂課不翹 一個是英文課 一個是中文課 我也是體育課 體育課當然是不翹啦 對對對 就是我說學習的這種課程 就是一個中文一個英文 幸運的就是說不管現在是播MBA也好 或是說播MLB也好 它其實就是大量大量的中英文 英中文轉換 當然翹課是不對的 我必須要講 如果實際上我們現在收看了有一些年輕的學子的話 對 沒錯 對 其實你都不應該翹 比如說我像大學的時候 我在大一有修日文 我現在就非常非常後悔 那個時候呢 翹了 對 就是在修日文的時候 那我就 對 我就教女 欸 通常都是這樣 而且又是熱戀期 OK OK 熱戀期 那所以當然就是日文課都不去上 可是我現在就有非常後悔 你看現在你還要花錢去學日文 對 你這不是很奇怪嗎 我覺得首先當然就是 第一個是語言 那語言就是不只局限於英文 還有這個日文和韓文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說 假設未來你真的對這一行有興趣 你要訓練的就是一些說話的邏輯 比如說以我為例 我算講話速度還蠻快的嘛 對 但你聽得懂我講什麼嗎 聽得懂 那你聽懂我講什麼 OK OK 就是說我雖然講話速度很快 但是基本上我還是有它一定的邏輯 那另外我會建議大家多看一些書 那因為比如說我們搭配了一些球品 例如說像中教練中老師 他可以從外太空聊到內子宮 對對對 那也不是只有他啦 還有就是像我們NBA籃球的汪衛傑 他可以從內子宮聊到外太空 從裡面出來 對對對 一個是外面到裡面 就是說你要跟他對應嘛 籃球比賽一場SBL兩個小時 Plasley兩個半小時 NBA兩個半小時 然後職棒可能三個小時或更多 在這麼多時間的情況下 你不可能全部都講戰術 講球賽 你偶爾會講一些風花雪月或是風花雪月 風花雪月 有的沒的 就是外太空聊到內子宮 那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多看一些書 所以看書其實就是涉獵不同的 包括時事 是是是就看你有什麼興趣這樣子 基本上你花多少時間 你投入你想要投入的東西 他就會feedback 他就會回應給你這樣子 對對 那你花的時間越多 他給你的回應就越多 所以再回到說 剛剛邵輔問我說就是說 生涯初期所面臨到 我覺得我剛出道的那兩三年 可能就是花的時間並不夠多吧 對對對 所以所以真的真的真的 因為那畢竟我那時候二十幾歲 就是年輕小鮮肉長得很帥 對對對 所以可能 欸導播你笑什麼 你不相信什麼 你投入多少 他可以給你回應就是多少這樣子 是 在給師父上課的時候 也有提到就是說 要做好萬全的準備 我和廷尾都算是素人出身 是 然後我們都也抱持一個就是 很有夢想你知道 播球是個夢想 但是我們的夢想在什麼時候被擊碎 去上第二 為什麼 為什麼你可以告訴我嗎 因為我們在第一次試播的時候 因為你沒有完全沒有經驗 然後那天是突然直接上來 然後師父就當我的酒品 而且前面直接給你一個鏡頭 直接給你一個鏡頭 你就傻住了 我就傻住了 然後那天挫折感非常的重 OK 但是就是走過之後真的就是會 幸福 那你知不知道成功的人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是堅持 第二個是不要臉 第三個是堅持不要臉 所以假設你的面子不是那麼淺薄 是 或是說人家批評你個兩句你就覺得 啊我不行了 那可能也不太適合 對對對 所以我不是要你們不要臉 也不是要你們堅持不要臉 而是就是說 你自己要有自己的一個抗壓 是 就像你們剛剛講的嘛 你們兩個是素人對不對 對 那上我第二堂課的時候 我叫你直接來的時候 然後你就會覺得很緊張 是 很合理的啊 我們也都是這樣子吧 就是我可能花了比你們更多的時間 度過我這個所謂的 這個低潮 或是困難期 那你才上兩堂課 你如果馬上就播的 有模有樣的話 你就是這行的天才 對 因為當初上課的時候 師傅也有講到 所以師傅認為自己不是天才型 因為我們分享了另外一個天才的故事 但是其實就是普遍這個業界裡面 天才本來就是很少 大家都是一直努力 應該說我們在這個體育主播的 這個部分 就是說 其實我們體育主播某種程度 也跟綜藝節目主持人是一樣的 有些綜藝節目主持人 比如說像吳宗憲 或是說像以前的菲哥 他就是信守年來 他在主持的過程上 就可以把觀眾鬥小 那我們這行其實也是一樣 有些人他很厲害 我比如說 我聽過一個前輩 他比賽從來不準備的 那這個前輩 現在已經不在這個線上了 他以前曾經 還當過台北市議員 好這是我給你們的線索 你們給你們猜猜看 誰當過體育主播 又當過台北市議員 這沒有很多人 那我現在講的是他很厲害 聽說他也沒什麼在準備 他只要到現場 他到現場 跟假設聽委是工讀生 他跟他要一張紙 要一支筆 他就立刻給播了 那但是我要講的是 這種是一種播法 沒有錯 他可能就是完全按照場上的狀況 他有非常多的詞彙 可以下去形容 可能他平常書念很多 這是我們不知道的 我們看到就是說 他好像考試沒有準備 對 可是 對吧 我們都有碰過這種同學嗎 是 有 那有些像比如說 假設你是地裁的話 或說你結論 你自己可能是需要大量的準備 那比如說像以前 佔任 他為什麼會被人家稱為貼嘴 就是他做了非常多的準備 對 然後我也做了很多的準備 我可能沒有辦法像我剛剛講的 這位前輩這樣 對 我至少沒有辦法拿一支 一支筆 一張紙 我就可以馬上那個 師傅我們看到他做的那一張秘密吧 哇 那張真是經典 在我們的群組裡面有分享 師傅那張就是 早上播大鼓獎品那場比賽 的一些資料啊 記錄 我就說 每個角落都是細節 對對對 沒有因為 應該這麼講就是說 因為MLB 我們過去真的是 比較沒有接觸 但是我算是有看的 因為我過去幾年 台灣有很多旅外的選手 比如說張育成 林思偉 然後陳偉英 然後甚至還有 以前的王健民 對 那我都有去做他們的 這個反台記者會 所以其實大聯盟本身 就已經有在涉獵的 可是 再怎麼涉獵都不可能比我 每天都關注的NBA 對 或是說我前面十幾年 比較長播的中華職場 來的那麼的熟悉 沒錯 那所以在這樣一個情況下 我才需要做很大量的準備 大家也知道 棒球的一場比賽轉播 他時間很長 他的節奏也很長 對 所以你是必須要 刪很多的話題 對 或說講一些這個球員 他的一些小故事 對 這個球員的歷史 不像說籃球 他速度節奏很快 對 當你在講這個球員的小故事 他可能來回就已經兩波過去了 是 觀眾可能會罵你說 嗯 那你不累百不累不講 怎麼不先放 對我還聽你講故事 對不對 而且那部故事你也不可能 短到就是三言兩語 就把它講完 對要哭成 所以其實 波籃球他比較強調是他的一個 節奏 大量的中英文轉換 那波棒球就是需要靠你的準備 像我們波美國職棒 跟中華職棒又不太一樣 嗯 我們波中華職棒好的地方是 我們會在現場轉播 所以我們在賽前兩三個小時到球場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訪問 還可以訪談球員 沒錯 球員告訴我說 他最近先誤到第一潮為什麼 他最近打得很好 不是為什麼 可以跟球員這樣去做訪談 可是 我們播MLB 我們在旁內播嘛 對 所以沒辦法這樣做 那我們能做的其實就是音聽 聽很多訪問 在那個現場一定有 那邊的記者去訪問這個球員 你就可以把這個訪問拿出來講 就彷彿其實你好像也在現場 訪問他一樣 那我可以問一個問題 OK 你問你問你問 因為畢竟我那時候 高中考大學的時候 反正是說第一次的那你想要去我來當主播嗎 然後那時候 那你先把你高中照片給我們看 師傅你覺得大家要念大眾傳播系嗎 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說 對你這個問題其實有很多的問題 不換牌子 不會他這個問題很專業 對啊是喔是喔是喔 如果那個時候其實要申請學校的時候 就申請大傳 然後再加上那時候 體育大學有一個運動傳播學系 那一年非常的好 對但是會建議大家 是要簽大眾傳播嗎 應該是這樣講啦 看你是走哪條路 如果你是想走一般新聞 我最近講一般新聞 就比如說跑社會 政治 然後財經 等等 這個就是這種新聞的話 大部分還是用 就是大傳 或是相關科系的 這不太一樣 對對對 那如果你是走體育新聞 其實也多數是 體育新聞也是多數用 新聞大傳 因為這不用教你 在這個大學的時候 常會念一些新聞學 或者教你怎麼剪接 然後錄音 然後寫稿 如果你念大傳 或是念傳播 他會教你的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是走 新聞路線的 體育 財經 政治文化等等 這些基本上大概是 會這樣會比較好 但是呢 如果是像我們這樣的賽事主播 就比較沒有這個限制 賽事主播他沒有一個規定 賽事主播他就比較有一點彈性 或是比較一些揮灑的空間 所以賽事主播理論上來講 他也比較能夠去塑造他個人的風格 或是他想給呈現給球迷 或觀眾朋友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回到剛剛廷文問我這個東西 這個問題也是我在職業生涯 這麼多年當中 很多人會問我或私訊我 就是他說他面臨要考大學 要考什麼系 那我就會建議他說 如果說你想要走這個新聞主播的話 那我還是建議你念這種大眾傳播 可能會比較好一些 那如果你要走我這個的話 比較沒有限制 可是呢 你首先還是要先進來這一行 你進來這一行 才有可能轉到賽事主播 所以基本上還是念大船新聞 還是比較好 結果還是讓回去了 這就是我的結論這樣子 結論就是念大船 不好意思前面廢話那麼多 你們在幹嘛啊 我們在看GavinSport YouTube頻道的 話題大膽聊直播節目啊 為什麼我都沒收到啊 你還沒有訂閱GavinSport的YouTube頻道嗎 不知道還要怎麼訂閱 上午中啊 有一個訂閱的按鍵 狠狠的給它按下去 最重要的是要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的任何一場直播通知喔 所以現在我們就要來按讚 訂閱加分享開啟小鈴鐺